明星的脸可以精致到什么地步 看到这个问题时 最先想到的是一个法国演员 她叫伊莎贝·艾珍妮 20岁就提名奥斯卡 后又连着5次获得凯撒奖最佳女演员 一次嘎纳最佳女演员 一次柏林女演员 以及一次奥斯卡提名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她被誉为法兰西最美的女人 更被评选为世界上50名最漂亮的女性之一 但就是这样一位美人 整容过度 自毁容貌 甚至未婚先孕 连连被传已经逝世 那么她究竟是否还在人世 没有神言后 她又经历了些什么 这里是不给倒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伊莎贝·艾珍妮的婚姻故事 1955年6月 艾珍妮出生在法国巴黎 虽然被称为法兰西最美的女人 但事实上她母亲是德国人 父亲则是阿尔及利亚人 所以他们家是地地道道的移民家庭 由于受到周边地区艺术氛围的影响 所以她还在上小学的时候 就开始了业余戏剧表演 她说表演能让她压抑的情绪得到发泄 也能在演艺角色时毫无压力地歇斯底里 因此她爱上了表演 1969年 年仅14岁的艾珍妮利用暑假 拍摄了自己的荧幕处女作 谈及这段经历 后来的她表示 当时的自己只是不想和爸妈一起过暑假 之后在继续学业的同时 她又陆续参演了一些舞台剧和电视剧 次年她拍摄了她的第一部影片 《小梅探上》 那时候的她青涩甜美 剩下的娇羊给她的镜头 加了少女感的滤镜 再后来她因为这份经历 进入了文明贤尔的法兰西喜剧院 并演出了莫里埃的《太太学堂》等多部舞台剧 1974年 她主演了第一部电影《The Slab》 而她在片中精彩的演出 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称赞和表演删纳奖 她也因此下定决心投身电影事业 次年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 著名导演佛杭苏瓦 楚服盛情邀请 她在新片《乌山云》中出任女主角 据传导演用了六年的时间创作这部戏 期间也差一点就放弃拍摄 直到她看见了艾珍妮 当即楚服非常确信她就是阿戴奥的化身 称艾珍妮不论是外形还是性格都像阿戴奥一样 小小的身躯里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所以她不惜两次邀请这个女孩来当女一号 有戏拍自然没有不解的道理 再加上剧本正合艾珍妮的心意 于是她和导演一拍即合 电影中她饰演大文豪雨果的女儿 她为爱痴狂 质颠方休 她飘扬过海 只身一人 寻找当初的爱人 却遭遇爱人的变心 于是她用尽祈求威胁的招数 她变得不讨人喜欢 最后还丧失了所有人面前的尊严 就是这样一个神经质的女孩 再次被艾珍妮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有影迷称 通过艾珍妮的精彩表演 让片中人物神奇般地在悲惨之外 做了一份细腻和异于理解 并不禁可怜起那位为爱忘记自己的可怜女孩 不仅影迷 而且美国著名的影评人保林凯尔 对她赞不绝口 称爱珍妮具备惊人的表演天赋 除了演技优越 爱珍妮的美貌也通过此片被夸了无数遍 同样是影评家 看到此片后 表示 不知当年佛航苏瓦楚福 拍电影的摄影机还在不在 因为承受了爱珍妮那样注视的摄影机 玻璃即使不疯狂 也一定是破裂了 精湛的表演 加非凡的外貌 让爱珍妮借此片得到了 法国凯撒奖最佳女主角 和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那一年她才20岁 而这部影片也成为了 爱珍妮成功道路上的奠基石 为她走向国际舞台 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不过 也许是她疯狂的演技为她开辟了道路 所以自乌山云后 她演的大部分人物都像个疯子 尤其是恐怖电影着魔 她在片中一人饰演两个角色 一个是魔鬼 一个是天使 其中魔鬼上身的时候 她通过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 狂笑 声音 嘶吼 哀嚎 呕吐 前腐后仰 倒地抽搐 让人不寒而栗 而这段在空旷的涌道里拍摄出来的独角戏 至今也都被大多影迷封为风神一幕 还有观众表示 艾珍妮演的这三分钟戏份 明明没有一句台词 却需要我用一生去治愈 演技受到万人追捧 得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1982年 艾珍妮终于获得了法国凯撒奖最佳女主奖 此后 这个奖像就像是她的专属奖作一样 连着两次都送到了她的手上 同时她凭借罗丹与卡密尔 斩获柏林影展最佳女演员英雄奖 但手握柏林奥斯卡以及凯撒奖的艾珍妮 却在次年被传已经去世 当时坊间传闻她身患艾滋病命不久矣 有报纸甚至将她的复告放在了第二天的头版 对此 艾珍妮只好上了晚上八点的全国新闻 义重言辞地表示 我还活着 你们该关注病人 而不是我 不止莫名其妙的去世 而且突然当妈 但后者并不是传闻 而是事实 那一年 艾珍妮带着一个十岁的孩子的画面被狗仔拍到 此后 法国玫瑰未婚先孕的消息传遍全国 无数记者恨不得24小时跟着她 找出孩子的亲生父亲 但这不是第一次传出类似的消息 十年前 有人就看到她抱着一名婴儿 在家附近的公园里悠闲散步 当时有人说她未婚先孕 也有人澄清她只是替家中亲戚带一天小孩 面对这些言论 身为主人公的艾珍妮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回应 直到十年后 她才终于松口 承认自己确实未婚先孕 至于孩子的父亲则是导演布鲁诺纽一顿 他称 相差十岁的他们相爱 他也在不久后逐台暗节 可他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对方只爱他的演技 爱他塑造的人物宿命 而不是爱他本身 所以还没等他生下孩子 对方就以弃他而去 渣男的无情并没有让爱珍妮放弃生活的希望 1993年 一度从影坛消失的她 带着繁星室登上大荧幕 次年 她又凭借法国影坛耗资最剧的一部影片 马歌皇后 次度获得凯撒奖最佳女主角奖 据悉 该片讲述了马歌皇后 与亨利四世之间爱恨交缠的宫廷故事 但因为影片过于碎片化 讲的是历史宫廷故事 但却又没在片中说清楚来龙去脉 所以在播出后评价褒贬不一 不过对于马歌皇后这个角色 却几乎都是一致的宝 甚至有人评价到 爱珍妮饰演的马歌皇后 最靠近尤瑟纳尔比下的家里女神 美丽而放荡 天真而慈悲 命运和爱情都不由自主 本片导演也表示 信德选择了爱珍妮 我不但拍出了她的逆天美貌 而且让她发挥出了最纯熟的演技 可就在事业再次达到巅峰时 她再次未婚先孕 不过这一次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孩子的亲生父亲 正是奥斯卡三贯王丹尼尔带路易斯 1989年 两人陷入恋情时 被拍到了无数同框的画面 不久后 他们官宣了恋情 由于他们不论是外貌 还是表演才能都旗鼓相当 所以 对于两人的感情 观众大多都是祝福 不想等 爱珍妮于1995年 生下两人爱情的结晶后 她再次等来了被抛弃 据爱珍妮身边知情人士表示 路易斯告诉她自己不想当爸爸 也不想担心这份责任 所以她分断一绝 更绝情的是 路易斯第二年就结了婚 与小说家利贝卡米勒 组建了美好的家庭 对此 很多人表示路易斯不是不想当爸爸 只是单纯的不想娶 爱珍妮回家罢了 想不想终究是个人的事情 外人不做多余的探究 但肯定的是 这位曾经被大众杂志评选为 世界上50名最漂亮的女性之一的女演员 一如既往的坚强 哪怕两次都被渣男抛弃 依然在接受采访 回应自己的感情问题时 面不改色地淡然回答道 爱是不会让人枯萎的 诚如她所说 于是她继续尽职尽地拍摄各大影视作品 并于2010年凭借电影《群角飞扬的日子》 五度夺下法国凯撒奖最佳女主角 至此 她也成为了法国电影史上的一个传奇和标杆 其位置无人敢撼动 但比起她风光无良的演艺生涯 人们的关注点却更多地在她的脸上 同年 当她为宣传电影频繁出入各地时 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曾经的法国女神已经不复存在 有的只是一个有着丰满嘴唇 僵硬的双颊 笑起来像有一条细细的刀痕斜斜插入太阳穴的整容女 脸部巨大的变化也让各大媒体蜂拥而至 各种嘲讽 珍妮服想不开 竟然在美的人神共分的脸上动刀 最后落得个整容怪的外号 还有一隐秘叹息 爱珍妮真的可惜了 可惜与否 本人从未有过回应 但几年前 她在一次采访中 谈过对美丽二字的理解 当时她表示 我不喜欢我的年龄 但我喜欢荧幕中的自己 每一个角色都是我奋力的魂魄 每一次演出都是凝固的美丽 如她自己所言 这个未戏癫狂的女人 从来都不想自己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所以哪怕两度成为爱情中的受害者 她依然对找到最理想的状态尽自己所能 贡献精彩作品 总之希望这位有坚韧生命力的女演员 能够继续活得精彩 这里是BOOGIE島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